朋友们好,与众不同,张玉读到,今天呢,是在一个密室当中,来聊一聊书法的悄悄话,书法的这个难言之隐呢,我们一息话一息了之,书法呢,是很难的一件事情, 其实那些字写的好的人,我都是发自内心的尊敬,这种尊敬是有基础的,就是我自己也是一个书法的爱好者,学习者,我们说这个是非经过不止难,一个事情你要不是自己经过,你不知道它有多么难, 所以我说我对所有字写的好的人的尊敬,是有底子的,而且为了是这种尊敬的,这种橙色更高啊,24K的,那是我是有几十年的书法的学习,所以说没学出所以然来,这就让我对大家是非常的尊重,书法确实很难, 我们知道这个老年大学啊,我的一些这个朋友啊,我的这些前辈们,他们有的退休之后啊,哎呀,他们去学这个,这个老年大学,哎呀,有的学了书法,有的学了这个绘画,我就注意到,他们学绘画的,比如说,他学了一个月,然后画那个牡丹,结果那个牡丹就画的特别特别好,在我这个外行看来啊, 就跟专业画家画的是一样的,不管他是画工笔,还是画小写意,都画的挺好,那同样啊,这个老前辈,他去老年大学,学了这个书法,你学了一个月之后,如果没有底子, 你这一个月之后,你再跟那个学牡丹的比一下,就好像人家都学成了,你什么都没学到手,而且那个花了一个月,两个月的牡丹,哎,可以这个上墙了,那书法能上墙吗? 他上不了墙,有一句俗话说,这个,人怕笑,这个字怕掉,什么意思啊,说人啊,特别怕人笑话,如果你在一个场合出现,这个所有人看到你都乐,看到你就乐,甚至你遇到,只遇到一个人,这个人一看到你就乐,你心里很不踏实,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 字这个东西啊,就像人怕笑一样,他怕掉,就是把它掉起来,我们有的时候写字,在那个书碗上,桌子上写,觉得不错呀,但是我们把它摁在那个墙上挂起来一看,突然就发现,不是一个玩意儿啊,没写好,还有,有人说这个什么三分字,七分表啊,那你试一试看,如果你的字没写好, 你看七分表,能不能把表出来,反而那个装表反称出啊,你的字啊,不配装表,这个我是有经验的啊,所以我来分享这个字的难,那写字需要很多年很多年的功夫,才能搞出名堂,它跟绘画真不一样,呃,我曾经也学过一段绘画,就拿什么来学呢,就拿这个戒子圆这个画传, 呃,学了一段,哎,结果发现呢,这个他上手比我学书法上手要快一些,因为戒子圆画传,比如说你画这个石头,哎,他有那个石头的那个图谱啊,你画那个树啊,他有什么杂树啊,这个树那个树啊,哎,而且这些树当中还有什么,还有一种组合呀,等等, 你一上手,哎,画过了之后,你自己创作一个小的这个小山水啊,或者什么画一些杂树,别人一看说,哎呀,画得不错,很有那种古典的味道,但是字就不一样了,字这个东西啊,它跟画最不一样的,就是字是抽象的,画呢,是具象的, 中国画虽然也讲究笔墨,讲究这个,见到笔,要有笔法在里面,而且有这个墨,水等等,很多因素在里面,但是,书法不一样,因为绘画它有具象,你画的像不像,别人一看,看出来,但是书法你字写的好不好,这个麻烦很大, 首先,几乎每一个人都能看懂字啊,比如说凯书,几乎每一个人都能看出来,你这凯书啊,写的好不好啊,呃,行家就不要说了,那行家,他在看你字的时候,他会很挑剔,一般人只是拿我们量腰为那个皮尺,在信上你的字,衡量你的字啊,或者拿指尺来衡量你的字啊,或者拿指尺来衡量你的字,行家的眼光独到就像工业上, 用那个游标卡尺一样卡你的字,你说你的字能进得起这样一卡吗,所以书法从这一点来说,确实是非常之难的,而且我们学书法的过程都有一个体会,一开始好像觉得我上手挺快的,进步挺快的,一两个月之后,突然发现怎么提高都提高不了了,就退了,甚至停在那儿了, 他就是多年的一个慢慢在上面磨的一个过程,螺旋是上升,真是来形容书法,是太对了,不存在什么顿悟啊,什么这个,既要有恒心,也要有悟性,这就是书法, 书法还有一个难的就是啊,它是一个很另类的啊,也是很特别的一种艺术,因为它是有传统的,它是从传统上一路走过来的, 所以很多人在讲你的书法好不好的时候,它会用传统来跟你做一个参照戏,看你在这个传统里面,你是不是有处处啊,你是不是像那个孙悟空一样是那个石头上蹦出来的, 它要看你的来龙去脉,看到你的字,这个前面的,在历史上的一个传承的基因,在什么地方,那这个呢,就比较难了, 在清朝的时候啊,我们知道这个翁芳刚的字啊,写得好,刘庸的字也写得好,那翁芳刚她的女婿呢,就是刘庸的学生, 但是翁芳刚就是很看不管刘庸的字,刘庸就是我们在电视剧里看那个刘罗郭她的那个原型啊, 刘庸的字呢,我其实挺喜欢的啊,肉肚肚的,胖乎乎的,看起来还挺有富贵香,我挺喜欢的, 但是翁芳刚就看不上这个刘庸的字,她就让她的女婿啊,就带话给这个刘庸,说你去问问你老师, 她有哪一笔是她自己的呀,哪一笔是古人的,你老师哪一笔是古人的, 就是说什么呢,就是在翁芳刚看来,刘庸的字啊,是没有出处的,没有来历的, 呃,她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比比都要有来历,那这话带给刘庸之后, 刘庸就让她的这个学生啊,说你问你的乐章,回去问她, 她有哪一笔是她自己的呀,刘庸问这个话呢, 我觉得问的特别好啊,也问出了很多这个书法爱好者心里面的一个最关心的问题, 哪一笔是自己的,很多人努力就是为了求的, 哎,最起码有那么几笔是自己的, 在这个体操界我们知道有一些规定动作, 没看奥运会看那些体操比赛有规定动作,还有自选动作, 甚至有的动作是以谁谁来命名的,对不对, 哎,托马斯拳旋,那是以托马斯这个运动员来命名的他的动作, 那你在书法上如果说你是,呃,每一笔都是古人的, 你跟古人就是几乎是完全一样的, 那是不是你就成功了,你根本就没有成功, 因为这个世上有那么一个人存在, 有你存在就没有必要了, 艺术是讲究个性的,讲究创新的,对吧, 那如果说你都是自己的,又没有古人的, 那书法它是一种传统啊,是一种传统的一书啊, 它就特别讲传统,你完全是自己的, 你等于就没有在这个古代的这上面积取营养啊, 你没有传承啊,就是你没有来路啊,没有来历啊, 又不行,所以这也是书法的一个难处啊, 所以我有时候在想,这个好多人练书法, 其实练了一辈子之后,他是临贴不错呀, 就像王夺啊,那么一个大书家, 很多人都喜欢他,甚至认为王夺都超过王熙之, 王贤之的啊,就是热爱他的人这样看, 那王夺他就是,即使到老年之后, 他都给自己立下的是这样的一个规矩, 我一天在家临贴,临古人的贴, 一天呢,是应别人的这种索情给别人来写字, 不会因为我每天门庭弱势都来求我的字啊, 能卖一些银子,我就自己那个功夫就不下了, 他依然一天在家临字贴,一天给别人写字, 但是话说回来,那我们注意到, 王夺他的一些作品说是临谁谁谁的, 临这个王线之的,临王熙之的, 但你一看之后啊, 他临的贴跟人家原来的就是完全不一样, 除了内容是一样的, 那个用笔是不一样的, 字的增加结构也不一样, 你几乎看不到原来字贴的一点点味道, 那这是为什么呢? 我们现在如果你自己在家临贴的话, 临的跟原贴不一样, 别人会说,你这个临的不倒家呀, 你这个没有遵守这个原贴的传统啊, 那也有人说呢, 这是义灵啊, 不是灵的像, 灵他的义趣, 灵他的精神, 那从王夺的那些灵贴来看, 他灵的其实也不是人家那种精神和义趣, 知道吧? 他完全在临写的同时, 就是说同一幅内容, 你王线之写了, 我再也写一幅, 看跟你的一样不一样, 哎,他不一样, 他会震荡, 对吧? 所以说, 但是因为王夺他是大家, 他成功了, 粉丝众多, 所以他怎么搞都是对的, 但是对我等小民来说, 你这个灵贴, 灵的不像别人会说你, 但是王夺别人就不会说, 依然把他以前灵的那个贴, 完全就是不像他灵的对象那个贴拿来做我们自己学习的一个榜样, 好了, 就聊到这儿, 我的手机啊, 好像最近只要录了一段里面有杂音, 我主要试一试啊, 看有没有杂音, 所以用了这种悄悄化的形式在录, 就是在这里面有什么那些订阅的不像是在那里的东西,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不像? 感谢观看